为什么会想要做农业 就是台湾的话农业还是比较有优势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可以带动 就是内地这边的年轻人也愿意从事农业 因为现在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 之后如果不把这些人培养起来的话 就会有断层 将台湾特有优质水果品种与种植技术引进大陆 并尝试让他们能推广种植 80后台湾青年阮子伟用七年时间 让黄金火龙果 燕窝果 家宝果 红辛巴勒等 进而适用台湾水果 在桃园名市中的市外桃园 湖南长德桃园县蓬勃生长 成就一片飘香百果园 一开始确实是挺辛苦的 第一年的时候又没水 没有电 然后路也是都是泥巴路 确实是挺辛苦的 主要还是就是政府比较支持 不论从乡政府啊 包括县里 包括市里 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从事农业是一项艰辛的工作 阮子伟的父亲阮昆成 曾在台湾长期负责种苗 与农产品深加工研发 2015年 阮子伟随父亲从高雄来到长德考察 第二年就决定在桃园县发展特色农业 一路走来虽然辛苦 但父子俩却从未想过放弃 台湾的毕竟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那确实是很多水果可能会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所以我们第一年的话我们都会在自己的实验棚里面做实验 如果实验成功了第二年才会开始大范围的推广 扎根桃园以来 阮子伟的基地每年吸引5万人次靖园观光 也吸纳了周边20多名农户就业 与此同时 他和父亲还致力于乡村振兴工作 对基地周边十余个村子进行指导帮扶 带动村民一起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 我们把这些台湾比较高经济的价值的水果 在这边实验成功以后 我们也配合了比如说县政府 市政府去福岛周边的很多贫困村 经过我们的福岛之后 现在也做得很好 他们甚至都成立了自己的电商 在销售这些新品种的水果 阮子伟认为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大陆 目前从事农业人员普遍年龄大 农业的未来必须要有年轻人加入 为此 他又与桃园县职业中专开展校企合作 培养现代农业技术人才 积极推广现代生态农艺技术 希望年轻人在广袤的农村也能种出幸福 大陆现在对于农业还是很重视的 各种支持补贴 所以我其实挺希望 不论是台湾的青年也好 或者是大陆的这些青年 可以多多的来从事农业工作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未来的趋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